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全店铺哪些的特别活动 希望双11当天可以回来 这也是给大家做一些老客召回的工具 今年整个控价策略比较严格 除了会场招商 预售招商有严格控价的情况 在全店铺报名过程中 我们的DA和BI就是数据团队 会在最终check大家是不是做了真实折扣 如果不是真实折扣 会被清除双11的活动 以及后续的惩罚措施 做这些动作的原因 还是希望大家尽量在双11这一天 用一个真实的折扣价格给消费者更好的回馈 获得更多的新用户 用户召回已经展开了 第二件事非常重要 就是大家的盘货和选品 刚才讲了这么多营销玩法 合作以及产品技术 做的所有一系列优化工作 提升宝贝的曝光等等 最终没有办法控制的就是商品 这不是真正消费者想要的 我们看日常动销的过程中 尽管828有接近2000万的商品报名 真正的动销商品的比例还是相对比较低的 可能大家在自己的运营经验当中 店铺里可能有一些商品是拿来引流的 卖得很好 但那些次推的品类是不是卖得更好 引进来流量之后如何更好的应用 那些品在国家和触达消费者当中有没有优化 这需要在座的各位发现 双11是非常大的舞台 在舞台上表演和收获的是各位 我们只是搭台的人 第三个很重要的是权益的设置了 玩法比较多 会有跨店优惠券 跨店优惠券的报名 在直播的时间点 跨店优惠券的报名口已经开了 还有单店优惠券 店铺的权益 以及手工会玩的钱多少建议员 以及满多少 有什么礼品等等 请大家充分发挥想象力 因为在那一段时间当中 毕竟有超过3亿的用户 涌到AE的平台当中 浏览大家的商品 希望大家可以留住这些客户 先做个简单的回顾吧 今年双11会从10月20日开始启动 大盘的销售都没有透露 一直到10月21日才会显现 但一部分运售会从10月20日开始 10月29日所有都会投标 算法都会向大促的活动商品倾斜 这些商品会获得更多的曝光 平台各种玩法 无论是狂欢城 红包与整点清空都是 为了让大家可以有更多的商品 可以都逛起来 招商节奏分三个阶段 运售的招商已经开始了 会场招商会从9月13日开启 店铺的招商会9月20日开启 因为这一次整个时间的变化 所以大家在具体操作的时候 在座的都是管理者和店铺等等 可能需要提醒大家 一定check时间 因为整体时间是按照悉尼时间 但系统时间还是按照美国时间设置 希望大家做个提醒 双十一只是接下来 众多平台活动当中的一个 双十一的报名结束 也就是在11月20日左右 黑五的报名就会开始了 我团队当中 有一个刚刚做了黑五的营销方案 黑五结束之后 又会有非常重要的圣诞 新年对于俄罗斯和部分欧洲市场 非常重要的圣诞和新年 后年有春节不打样 以及3月28日的会员营销活动 平台动作不断 整个节奏非常快 也是我们希望抓住 各个消费节点当中 消费者旺盛的购物需求 给大家创造更多的环境 同时每一个大错节点 都是产品 玩法以及各种商家工具的 升级和玩法 双十一结束之后 有更多的工具和玩法 给大家用 无论是在数据化的 选品能力 引流能力 以及数据化成绩的能力当中 都有更多的升级和提升 最后 祝大家双十一能够大卖 我还是重复一下 A1所有的小二 都是帮大家搭舞台 最后那48小时 在舞台上希望表演 在全球消费者面前 表演的都是在座的各位 所以希望我们 能够一起携手 打一个漂亮的配合 祝大家双十一大卖 谢谢